人生百态 娱乐开怀 欢迎收看谈笑余生 前不久 一个女人的故事火遍了全网 她一岁时被一对白人夫妇收养 21岁 她得知母亲在11年前去世 伤心欲绝 28岁 她按捺不住好奇去寻找生父下落 却意外发现了一个惊天消息 自己竟然是一位名不其实的公主 回到自己的国家后 她看到名不聊生 到处是杀戮的痕迹 为此她做了一个决定 改变了整个国家 故事主角名叫萨拉 她是一个混血儿 父亲是非洲人 母亲是白人 1976年 她出生于美国西弗尼亚州 不到一岁 萨拉就被父母送入寄养家庭 好在有一对好心的白人夫妇收养了她 当时寄养家庭都替她感到开心 因为收养她的是一个有着高等教育背景的中产家庭 白人夫妇两人都是教育工作者 养父吉姆是神经解剖学教授 而养母朱迪则在一所小学担任特殊教育讲师 他们本身已经有两个女儿 也许是看到萨拉可怜 也许是喜欢孩子 才收养了萨拉 萨拉在养父母家里吃穿不愁 童年过得很快乐 然而 她棕色的皮肤总是和家里人的肤色格格不入 为此她总是表现得像一个乖孩子 目的就是不想被养父母送回领养处 养父母知道她的心思 也小心翼翼地呵护她成长 在学霸父母的帮助下 萨拉在学习上也突飞猛进 高中有管理才华的她在校担任学生会主席 大学她热衷于戏剧 并获得西佛尼亚州的戏剧奖学金 1999年 她在旧金山美国音乐学院剧院攻读研究生 虽然日子过得不错 但她脑海里总营绕着一个问题 那就是 她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 在询问养父母之后 她寻着线索 了解到一些信息 她的生母在她11岁时就患癌去世了 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 打破了萨拉对亲情的一点幻想 也许是母亲去世的消息对她打击太大 她不太敢去寻找父亲的下落 甚至在心里认为 父亲没有尽到应有的赡养责任 这么多年都不和她有过联系 可是 真的是这样吗? 萨拉甘心接受这样的心理暗示 而不去找父亲吗? 当然不 她不是不愿意去找 只是心里有巨大的恐惧 万一父亲的下落也是负面消息 自己怎么承受得过来? 2001年 萨拉搬到洛杉矶从事演艺事业 她开始在电影 电视中担任角色 也开始在广告中出镜 2004年在个人成长课上 她意识到 自己需要客户的一件事是害怕被父亲拒绝 她不再去认定父亲是不负责任的 而是替父亲思考也许她也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 思考再三 她请来一个朋友 在其帮助下找到一位私家侦探 令人惊讶的是 时间仅仅过去三个小时 她就收到了一个属于她姑姑和姑父的住址 马里兰卡 激动的她 立马写了一封信寄了过去 姑父收到信后 也立即告诉了住在西非的兄弟 也就是萨拉的生父 科波索瓦 生父得知女儿的消息后 穿过几英里的路程 来到一个距离最近的 有信号的地方 几天后 在街上散步的萨拉 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接听后 她人生第一次听到了父亲的声音 请原谅我 你的名字变了 我不知道怎么找到你 萨拉心里五味杂陈 回答 不 请原谅我 因为我一直以为 你不希望我出现在你的生活中 随后 生父解释了弃养她的原因 原来她当时是一名访问大学生 在西弗尼亚遇见了萨拉的生母 生下孩子后 夫妻都认为自己太年轻 太穷 没办法给孩子好的生活 这才将萨拉送给了现在的家庭 萨拉听完自己的身世 想了一会儿 终于谅解了父亲 接下来 父亲的一番话令她惊讶不已 你的曾祖父是西非的大酋长 因此可以说 你是我们国家公认的一名公主 萨拉听完 瞠目结舌 父亲解释道 塞拉利昂本配有两个最大的部落 门德和马哈洛伊 而萨拉的曾祖父就是门德部落的酋长 按照血统 她是部落王子 而如今的萨拉自然也是一名公主 萨拉听完 除了震惊 还是震惊 可无论如何 她都想要先见见父亲 2004年在生父的邀请下 她第一次前往自己的家乡 塞拉利昂 那是她有史以来最难忘的日子 在机场见到父亲后 她看到温顺的父亲 马上热泪盈眶 隔天早上 在前往村庄时 父亲给了她一份礼物 一件祖母绿的连衣裙 到达村口时 眼前的景象再次让萨拉深受感动 数百名妇女从一座小山上走过来 边走边用多声部唱着歌 萨拉 你来到了你的祖国 欢迎回家 令人惊讶的是 她们的穿着和萨拉一样都是祖母绿的连衣裙 为什么这样呢 原来这是为了表明她并不是访客 而是社区的新成员 等萨拉走到他们中间 所有人瞬间爆发出欢呼声 他们拥抱 亲吻萨拉 散发出家人般的温暖 萨拉像做了一个梦一样 可是这次她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到家里了 在欢乐的庆祝过后 萨拉了解到村里近些年的严峻历史 在塞拉里昂长达11年的内战期间 预估有6万人丧生 而他们所在的村庄也未能幸免 叛军趁领导者出外时入侵了他们的部落 为了防止村民防御 他们残忍弄伤了男人女人的手 就连小孩子他们也不放过 等到叛军离开时 学校 社区和房屋大多都被依为平地 村民们的生活十分艰难 温饱都难以为继 萨拉回到洛杉矶后 对村里的情况久久不能忘怀 她每天为自己外出就餐 或者其他事情上的挥霍而感到深深愧疚 每天凌晨三点 她总是不自觉地醒来 心里不安的她暗自下了一个决定 一定要做点什么 于是她联合生父和养父母 创办了一个叫Seller Lane Resin的基金会 致力于为人们提供服务 推广教育 改善村民的生活现状 他们重建了当地的高中 让孩子们重新有书可以读 他们和公益组织合作 挖了一口井 为一万两千人带来了干净的水源 同时为当地女性提供了可重复清洗的卫生巾 发起了非洲面具活动 鼓励大家在疫情期间戴上口罩 为学生建立计算机实验室 雇佣更多师资 萨拉表示 公主的头衔意味着责任 我有责任确保村民一切安好 社区以最好的方式运作 我们的目标是要共同努力 让孩子得到最好的教育 茁壮成长 我的养父母把我抚养成教育家 现在换我来回馈社会了 2006年她再次回到老家 村民热情肆意为她欢呼 2009年她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一本书《公主回归》 还和好莱坞制片人合作拍成一部电影 如今 距离萨拉成为公主有17年了 这么多年来 她一直在努力担起公主的责任 而事实上 村民的生活也在日渐好转 成年人拥有工作 可以养家糊口 解决温饱问题 小孩可以上学读书 不用沉浸在战争的痛苦里 村里的生活环境不断在变化 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未来她还将继续继承祖辈的责任 为这个国家付出更多 在萨拉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一个女性的力量有多强大 当民不聊生的部落生活和舒适的都市生活摆在她眼前时 她毅然选择了前者 当村民的温饱难以为继 教育和生活成为问题时 她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 当有责任需要领导者肩负起来时 她没有丝毫退缩 还坚持了十多年 这是她身上的善良 伟大和坚韧 也是这个时代里缺乏的珍贵品质 我们普通人的人生也许没有那么波澜 但我们哪怕能够向她靠拢一点点 也能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正如萨拉说的 你的声音连接着世界 让世界变得不同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想看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